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明是春天的第五个节气 每年的4月4日至6日左右 就迎来清明 清明既是节气 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称为清明节 扫墓祭祖和踏青交游 是清明节的主要活动 人们会以扫墓表示 对过世亲友的思念 踏青 是指春日交游 也称踏春 清明时节 万物生机勃勃 正是踏青交游的好时节 中国民间 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 清明踏青的习惯 人们通常也会把扫墓和踏青相结合 一边怀念 一边怀念逝者 一边通过交游 整理心情 大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悲伤 第二遍 正常速度 清明是春天的第五个节气 每年的4月4日至6日左右 就迎来清明 清明既是节气 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称为清明节 扫墓祭祖和踏青交游 是清明节的主要活动 人们会以扫墓表示 对过世亲友的思念 踏青 是指春日交游 也称踏春 清明时节 万物生机勃勃 正是踏青交游的好时节 中国民间 中国民间长期保持着 清明踏青的习惯 人们通常也会把扫墓和踏青 相结合 一边怀念逝者 一边通过交游 整理心情 大家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 勇敢地面对悲伤 好了 今天就学到这里 记得留言给我哦 咱们下次见